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唐纳德、特朗普即将组建的第二任政府 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政治游戏 随着忠诚的支持者们争相争取高位 特朗普首度任命的幕僚长苏西、怀尔斯 无疑成为了这场政治大戏的重要角色 并且带着他的纪律性来管理白宫的运作 而老牌顾问史蒂芬、米勒的回归 将为特朗普带来更强硬的反移民政策 这让人不禁要问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究竟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美国 同时,汤姆或曼被任命为新的边境沙皇 他的强硬立场是否会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呢? 此外,埃利斯·斯特凡尼克的上任 将使得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倍增 而尼基·哈利和麦克·蓬佩奥的缺席又暗示着什么? 是对过去的割席,还是为了未来的布局? 最后,埃隆·马斯克和罗伯特·F·肯尼迪的加入 无疑将为特朗普的政策带来新的变数 马斯克的商业利益和肯尼迪的健康改革构想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美国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唐纳德·特朗普为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做准备时 一群忠诚的支持者正翘首以待 希望能在新政府中占据关键职位 特朗普早已为这一刻准备 以新招募的团队阵容 显示出对忠诚的重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西·怀尔斯的任命 这位来自佛罗里达的67岁策略 加将成为特朗普的幕僚长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女性 在党内 她以稳健的战略舰长 曾在特朗普的第三次竞选中担任联合主席 怀尔斯以其对大众露面的抗拒而闻名 被特朗普匿称为冰宝宝 然而 她在幕后的影响力却无人可比 推动着特朗普这位不羁的候选人 走向更有纪律的竞选活动 怀尔斯的角色将至关重要 因为她将负责监督白宫运作 并管理总统的政策一程 她的声誉让人们相信 她会在新政府中继续施行她的纪律 这对于一个以特利独行着称的总统来说有味重要 除了怀尔斯 史蒂芬 米勒的回归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位极右派的共和党人 是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主要推手 她曾倡导修建美墨边界墙 以及几项有争议的驱逐政策 如今她将担任政策父母疗长 这一直为让人赋予她更大的政策制定影响力 另一位重返特朗普政府的老将 是汤姆 霍曼 她将成为新的边境沙皇 霍曼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明确表示特朗普当选后将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 誓言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 而这也将成为新政府的一大挑战 另外 众议院共和党人爱丽丝 斯特凡尼克被报导接受了联合国大使的职位邀请 她在特朗普两次弹劾中立挺特朗普 有着长达十年的国会经验 这次的任命也被视为对她忠诚的奖励 但并非所有前任官员都能重返政坛 特朗普明确表示 前联合国大使尼基 哈利和前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都不会在新政府中有一席之地 这一决定被解读为特朗普试图减少未来潜在竞争者的影响力 尤其是针对2028年的初选 值得注意的是 科技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和罗伯特 F.肯尼迪也被纳入特朗普的视野 马斯克为特朗普竞选贡献了大量资金 并被提名领导一个联邦效率委员会 尽管他的私人商业利益让其角色尚不明朗 肯尼迪则因其对健康科学的争议性观点而闻名 有望在健康领域大展拳脚 在预计的国务卿人选中 马可、卢比奥托颖而出 他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 与特朗普有着深厚的渊源 联邦法官艾琳 卡农也被考虑担任司法部长 他以支持特朗普的立场而闻名 特朗普的新团队正逐渐成型 这些忠实支持者将在其第二任期中扮演关键角色 推动特朗普的政策一程进一步向前迈进 随着就职典礼的临近 特朗普的政府名单将在未来的几周内得到最终确定 这将是美国政治舞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忠诚者重返政府 这是一个重新强化其政策的机会 看看史蒂芬米勒的回归 这代表着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再次成为焦点 特朗普的这些措施 对于支持国家安全和工作机会的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楚天书 你可能过于乐观了 特朗普的忠诚者回来 只会让政府变得更加极端和分裂 史蒂芬米勒的反移民政策 早已被批评为不人道和不切实际 这种政策只会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孤立 且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 而且任命怀尔斯作为幕僚长 显示出特朗普愿意破格提拔女性 这是一个政治多样性的信号 怀尔斯的纪律和组织能力已被证明 她将为白宫带来效率和稳定 哈哈 女性任命听起来不错 但问题是她的政策立场 怀尔斯的背景和特朗普的意图表明 她将推动更多的右翼政策 这不是简单的性别平等 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延续 看来特朗普的政府只是换了个性别 目的是推行相同的政策真的 看看马斯克进入政府的可能性 这是特朗普扩大影响力 引入商业智慧的绝佳策略 马斯克的创新能力和洞察力 能够提升政府效率 这对于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但别忘了 马斯克有大量的私人商业利益 这可能会带来利益冲突 让一位如此依赖政府合同的商人进入政府 可能会损害政策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这样的举措最终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聚焦于特朗普政府重新任命中成者的影响 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楚天书主张哲是特朗普加强政策的良机 认为新任命的官员能够提升政府的效率和稳定性 而谢奇奇则对此时怀疑态度 认为这只会加剧政府的极端和分裂 并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 楚天书的主要论点在于 特朗普政府重新吸纳忠诚的支持者 特别是史蒂芬、米勒 将使得移民政策更加严格 并强调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必要行动 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特朗普支持者对于强硬政策的渴望 但忽略了这类政策的长期后果 谢奇奇则强调 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人道 而且会使美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这种观点更具全球视野 呼吁对人权和道义的重视 对于怀尔斯的任命 楚天书认为这显示出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政治多样性 并期待他能够带来高效的管理 然而 谢奇奇质疑 这种所谓的多样性是否真的具有意义 指出 怀尔斯的政治立场 很可能会推动更多的右翼政策 这使得性别平等的表象被质疑 这一点非常尖锐 因为它触及了当今政治中 女性参与的真正意义 在马斯克的问题上 楚天书将其示威 沿入商业智慧的策略 认为这将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 然而 谢奇奇提出的利益冲突 问题让人深思 这不仅涉及到政策的透明性 也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政府的公信力 是其有效施政的基础 总结而言 楚天书的观点表 显出对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坚定立场 而谢奇奇 则以批判的眼光提醒我们 政策的背后 不仅是数字和数据 还关乎人权和国际形象 辩论展示了当前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现象 更提醒我们在政策制定时 需要考虑的多元因素 希望未来的政策 能够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正 促进社会的和协发展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根据道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